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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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猫就是之前我们诊断过一次 EB Stand Syndrome 它颈静脉搏动 几乎整条颈静脉都在搏动 那EB Stand Syndrome呢 它会伴随着刚刚讲的心内电缺损 一起发生 然后同时发生肺高压 所以有的人是直接 因为豹猫耗发 豹猫有看过吗 大概八九公斤 很大只喔 他们耗发EB Stand Syndrome 然后日本那个作者呢 就直接一公斤四个Migron for SMA 但是我不敢给那么重 我一开始是给一个Migron 这个case 然后给到现在 这样子 然后他就在回诊 我叫他每三个月回来给我们看一次 哦他非常会吃喔 喘 然后颈静脉搏动得很明显 这样子 肝指数很高 ALKP ALT 都高 心内电缺损是 心内的半部 心内电缺损 然后他心室心房化的结果 他是三间半在心间的地方 所以整个右心室 变成右心房 叫心室心房 叫做EB Stand Syndrome 就是右心室 就是右心室变成右心房 因为他三间半长在很高的位置 本来在这边嘛 现在长到这边 心间的地方 那这边都叫病心房 有后来追踪 这是后来追踪的 这是第二次做的 第二次做的 他本来要拿去换 所以想说这次换了 猫店也不会照顾嘛 所以他就把他养下来 他会照着你不状况 心室心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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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 肺部压力大 肺部压力大 然后肝也不容易回血 肝也不容易 所以他右心房压很高 那一处一处高 但是又没有高的那么高 因为他 坐着一个日本人 直接给他一公斤 四个麦克风 但是我不敢这样给 我只希望改善 那个症状就好了 慢慢加剂 左心房很大 因为你肺部压力大 是不是左心房变强 对啊 没有错 他这个是OK的 你等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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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PBR SBR 我们教你们算 那个 要会算 多一个东西可以算 这是右心的切面 正常的切面 不是右心的切面 这才是右心的切面 包括这边是入口 对不对 这边是出口 出口 神经半逆流 这是飞动脉半逆流 然后这是看EI 看他的E1E2 你看一下那个飞动脉半逆流 这个 PDA的波形就这样 是不是这样 PDA 就是连续的下去 往上 收缩书章都是往上 对 我有个感受 他会变怎样的变化 如果45分钟之后 他有改变会员 有的是完全没有变 就还是那样 对 如果说变开会员 他会变怎样 他会改善 改善波形会有什么变化 就是说我们碰到肺高压 应该是这样讲 我们碰到肺高压 我写给你看 这个不能写 因为这是PDA 就是说我们碰到肺高压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收缩书章都往上 然后用收缩压去减掉 4倍PDA的平方 等于他的肺动脉收缩压 这样 知道的意思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肺动脉 等于收缩压去减掉肺动脉 4倍的PDA 压力差 这样 意思就是说我们给了药以后 对不对 我们的血压减掉4倍的PDA的平方 算出来的PAPS要改善 所以我们做Taping Echo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没有吃药之前就做一次 算一次 算一次 然后给了威尔钢45分之后 再算一次 然后再给%以后45分钟 再做一次 你的PAPS要显著的改善 对 你如果发现你的PAPS 都没有因为你做了几次给药 然后做新超的监控 他有改善 那这个大部分都是原发型的肺高压 是不适合拍照的 所以我们上次有举这个例子 所以我们上次有举这个例子 我看一下整而已 东大区医师的Case 这一支 这一支 这区域工会找到7倍的落差 对 最好 要超过7倍以上 这一支博美 一紧张就Synosis 然后去年造的 做完Coil以后是这样 然后 这是今年2U的时候做的新超 然后再来心脏越来越大 一天比一天大 这样子 对 他当然收缩不好 M 然后他肺高压到60几 这Case根本不能开到 当然你做的时候PDA是都关了 这都是OK的 不是说他手速做不好 手速做很好 但是这是原发肺高压的PDA 没有太大的意义 当然他的协同也不好 到88 身上线也是大的 那时候我们怀疑他 是不是有PDA去同时 问题是他原始的报告只有这样 你看哦 只有算FS对不对 你自己看哦 然后算他的几公尺对不对 你看他还有算什么 这算二间半对不对 一波一波速度 对不对 结束 他心脏是怎样 他那边就是PDA 把他往上立合 你说这个吗 这个是PDA PDA 这是PDA 对 两个字 两字啊 他们没有量化心脏腾部 对 对 他所有心脏的画面就这样 我都弄给你看 结束 真男友告诉我什么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对 他们就是这样 我们十分钟就做了 改持这个吧 五分钟吧 做这几个画面要十分钟 不用吧 不用啦 那要抓 抓要五分钟 真的是 所以他可能心脏越来越大狗 越来越喘 舌头都黑了 做完手术大概快两年 没有意义的手术 所以我会建议你正合要手术之前 一定要做PDAB黑狗 这是标准程序 你再来决定你这个刀能动不能动 这样随便刀都要花十几万 但他当然是怎么整个PDA 一样啊 很典型啊 除非有票PDA PDA是OK啊 他诊断也是OK啊 做也是OK啊 只是他是有原发肺高压的PDA 你要去厘清这个部分 不是所有的PDA都能开到 双向的PDA不能开 左心依存性的PDA不能开 右心依存性的PDA也不能开 原发肺高压的PDA也不能开 只有这些通通没有的PDA 要单纯的PDA才可以开到 现在是卡在这个地方 对 所以才要做所谓的Tapping Echo 所以你看到这个是纯粹MO字型 这是PR而已 他肺高压啦 右心的PRO过高都会出现PR 对不对 这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这是算压力过度负荷 然后还是体积过度负荷 会算EI的值 然后看MR逆流的程度来评 看MR的严重度 但这个不准 这个不准 然后这是算右心是 左心是出口的新输出的量 然后因为我们MR跟 主动卖的拖行有没有 都是在收缩往下 所以实心的才是 索性是出口 虚线的是MR 这样 它会同时发生的 会同时 然后我们看你可以做 SubCosto 然后去看所谓的IVC的变化 对不对 来看它的右心房压 这个可以看 这样IVC如果很快 那就是不要再点滴 对 对 那详细我们可以算中央静脉压的速度 中央静脉压啦 我们可以用干净脉跟 枪净脉的波形 还有Diameter去算一个公式 准确性还有93%还是99% 都蛮高的 对 这不是问题 这是左心的收缩功能评估 这是组织的吧 我看一下 这是看给屏幕Bandon 跟体重的相关 体温呼吸数率 有没有 心跳的相关 跟这些 参数的改善 还有一些蜡甲 这些的变化 有相关性 它那个干净脉很大 然后不能带扁低 但是它的屏幕拉起来是脱水状况 对 所以你那时候就很容易产生沸水肿 那那时候是怎么办 我们只能皮下给啊 你不能给IVC 不能给太快的意思 是 对 这是评估输当功能的方式 这也没有问题 再回到这里 然后有时候你们会做CK 对不对 会做CK吗 检查者 生化 然后这是做CKMB 但CKMB的意义也不是很大 有时候有心脏病的时候 它是低脂 有时候没有心脏病 它反而在高脂 所以它在受益的应用不大 CKMB不大 CK也不大 你说用CK的反应出心脏病 有没有 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CKMB是CK的同工 没其中的一种 然后它的肝指数 110 之前更高 这是第二次了 这是第二次 然后钙116 校正钙 乘以0 是76.56 这样 它的修正钙11.64还可以 小于12 然后但是它0过高 它的0过高 所以我当初担心它有肿瘤的问题 因为为什么它0高 这样子 甲4.8 有可能跟它新输出 新输出不够有关 腎脏罐流量减少也有关 B1.3 Clinic 30.3 那阿摩尼尔 阿摩尼尔 阿摩尼尔118是血栓 它血栓是确立的 血栓 血栓 对 阿摩尼尔的高跟乳酸的高 这两个 血栓都是 都是可以分裂血栓的 不行 就是我们的乳酸高 有没有 它是肝肾肿瘤 败血栓 非新阴性 新阴性就是心肺跟贫血 缺氧有关 这样而已 不能讲跟血栓有关 不行 血栓是有看阿摩尼尔 对 就是说你有血栓的时候 阿摩尼尔还不一定高 那我要看 但是你阿摩尼尔高的时候 一定有血栓这样 对 那血栓还有什么生化质栓 或是说什么可以看 没有吧 血栓板会显著的消耗 是 嗯 然后 对 因为现在就是说有血栓 阿摩尼尔还不一定高 是 对 那阿摩尼尔高的时候 是一定有血栓的 血栓前三名就是 CUSHIN总流胜衰竭 反而是CUSHIN第一名 要去排除CUSHIN 总流胜衰竭 这样 然后这Case MR大概三公尺多 1除以1伏9点多 1除以1伏9点多 那这个Case要看PIMO PIMO BANDON PIMO BANDON 看一下 应该有开吧 低剂量 我也没有开得很重 你看到我讲心 你看这边 他的右心 你看到这边好像是右心4 对不对 感觉 很大对不对 左心变得小小 左心小小 右心变得很大 你看他蓝色的地方在哪里 在很靠近心肩的地方 蓝色 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他整个逆流这样下来 然后你看 他收缩 收缩往下 你也没看到什么訊號 对不对 嗯 收缩往下 你也没看到什么 这让他收缩功能是不好的 右心 收缩功能是不好的 因为心4心防跨的关系 他有没有开比较滑 比较滑有开 比较滑有开 应该从0.5开始开吧 0.5 我认为他有效就好 对啊 那你会再拉高几年 你看他的RVPS才20 因为收缩不好的关系 所以这是尾音性 他真正是高的 他真正是高的 ABAI OK 新输出1.24 BTI9点多 还没看到后面吧 我们刚刚有看过吗 FS 应该还没看到 PR确定是有 但那个不严重 FS 又被挡到了吗 35.8 35.8 你如果以这里来看 对不对 有点 同向运动 有点同向运动 所以我有给 我没有给的很重 我没有给的很重 我有给 然后这是心4 应该说是三间半 整个往心4跑 所以心防变得很大 心防变得很大 这是EI 协同 80 但是让这两百多都不对了 然后他开始主要是他开始出现痘口肝 白色这个 这不是肿瘤 开始出现痘口肝 白色这个 这不是肿瘤 开始出现痘口肝 然后腹水有 第一次做的时候腹水还没那么严重 这次腹水就蛮严重 痘口肝 也开始出现了 白色高回应这个都是 这也是 他是有严重症状在带 没有 学弟跟他看就是 紧静脉搏动 他就叫我去掃兴兆 这样 这次是肚子越来越大 主人叫我再跟他做一次 他就发现正式是腹水跟痘口肝 已经开始出现 回血不良引起的 都是痘口肝 这是我们右心要做的view 理论上是这样 大概可能会做得到view 右心一样可以算组织 只是我们把afi 搬到右心来做 本来是做左心 现在做右心这样而已 都可以做了 这是右心的组织 然后这是发现MNBDJ 二间半闭所不全的狗 比较严重 他同时会影响到三间半逆流 影响到肺高压 都是有关 不是只有右心会影响到肺高压 左心也会影响肺高压 然后这是看肝脏的超音波 从他的算所谓的PCI 肝脏的血液动力学在过胖的狗狗 他是一个指标 PCI是一个指标这样子 这边报告 做这篇文章的作者 他是专门在做脑操的一个德国的受益师 我去搜寻他相关的文章 我找到这一篇这样子 这是从4D的角度来看 你看这边提到 激发右心四衰竭 就是后负荷增加就是肺高压 那前负荷增加就是 这边三千半逆流 二千半逆流 Casinoid ASD VSD 然后肺筋卖回旋异常 马尔沙拉瓦 还有观众都卖楼管 这个我在猫碰过一只 这个观众卖楼管 观众卖的波形变得很大 变得很粗 这样子 然后减少PRO 减少PRO 他们都是狭窄为主 强势病 相信就是肥大为主 然后这里就是部分心育不整 叫做ARCM 对不对 浩发在BOXA ARCM的浩发 还有包括梗塞的疾病 心肌发炎 Sacodiosis Sacodiosis 敗血这边事实上都会影响 这是右心衰竭的原因 从原因去分析 或者我们只看到这个 对不对 可以刚刚他高一点低一点 PRO高一点低一点这样而已 他背后可能的原因 然后分析 右心有右心的分析 我们左心 右心分析都跟你们讲完了 我们通常结构有异常 不管他有没有症状 就开始吃药 我个人主张是B1就开始吃 那兽医一般是主张B2开始吃 有的人B2也不吃 对 他们从C才开始吃 然后这是从心电图怎么来看 怎么来看右心的疾病 这样子 右心疾病同时容易耗发什么样的心率不整 包括这边是RBBB 然后右心是右心房的肥大 右心房只能说扩大 不能说肥大 ARBC 这是EI 看右心的压力体积过度负荷的 我们正常 右心 右心 比如说以 右心的三间半的距离 应该是说右心房 正常要比左心房来的小 所以大概是3 这边是4 左心房跟右心房是4比3 以下 那你如果发现右心房比左心房来的大 那就表示右心房压子高的 右心房压子高 这时候点滴就不能给太多 不能给太多 接下来容易肥血腫 因为收缩也不好 可能也肥高压 这里才会偏大 那当然都是正常画面的正常值在这边 这都人的啦 收益没有办法做这么细 你处理体表面积以后 都都不会差太多 这里 处理体表面积不会差太多 好这是算肥高压的方式 我们刚讲的PAPM 对不对 就是以这个的4乘以 皮牙的最高速度平方 再加右心房压 就等于平均肺东脉牙 那三千半这个当然是在算 平均肺东脉 应该是收缩压 肺东脉的收缩压 才会用到三千半 然后舒张中鸟T压的速度平方 才以4加右心房压 这边是算肺东脉的舒张压 肺东脉的舒张压 肺东脉的平均压 这是肺东脉的收缩压 这样子有三个 然后这边是算收缩平均输张压的方式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 不止 你看MAP 我们刚刚讲的 4倍PR最高速度的平方 加右心房压 这个是一个 然后他们也可以用79去减掉 光号0.45乘以加速时间 所以你看加速时间 今天如果越短 这是我们的肺东脉的波形 有没有 越笔直 越笔直 你花掉时间就越短 你减一个越小的东西 表示你平均肺膏压一定是越高 所以越直的 那个他们都是肺膏压 那跟他的加速时间变短有关系 然后你看他另外一组公司也是 90去减掉0.62乘以AT 小于120的时候 然后平均肺东脉压等于0.61乘以 有时候你没有PR 那你就会用0.61乘以肺东脉收缩压 因为他有PR 他没有PR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来算 那当然你如果有收缩有舒张 你也可以来算平均 跟血压的算法一样 所以这里可以记一下 当你没有PR 你要算平均肺东脉压去算 所谓的PVRI的时候 对不对 那这时候你就会用到这个公司 乘以0.61乘以0.61 肺东脉舒张压 就是用舒张中了PR的速度平方 乘以4加幼心盲压 右心盲压还是要看3间半逆流的速度 小于2.5公尺秒 那就是用5 2.5到3就是用10 大于3公尺秒 就是用15 所以右心盲压是自己输入的 自己输入的 然后从IBC去看我们的右心盲压的高低 这里 PVR 我觉得这个公司不好记 还是我们刚刚的比较好记 平均的肺东脉压去除以QP 这样子 然后再除以体表面积 那有正常值 那有正常值 我目前只有找到狗的 只有找到狗 这是肺高压 我们怎么去算肺高压的公司 然后心衰竭的治疗 这边是给氧气 然后控制 就是我们一部分的急性的肺高压 都是跟 肺高压 都是跟血栓有关 所以你会发现你肺高压 控制不好的时候 我都建议你Clayson先打 保酸痛可以低剂量先吃 这样子 然后当然非协同要去处理非协同 有的是装ICD 心内的去纤维在弄气柱的东西 同步化他的心房心室的受缩 当然你要从原因去处理 就要看你原因是什么 比如说ARVC ARVC也无解 ARVC是指我们的右心室前臂的肌肉层 被脂肪组织跟结粒组织取代 肌肉的纤维 心肌纤维 叫ARVC 才诱发右心室 这叫做右心室心域不整性的心肌病 叫ARVC 或叫做ARCM都可以 然后我这边提到 我们要让pre load after load 都在最适当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 比如说我们碰到PS 你不能拼命去降肺高压 你降肺高压 你降肺高压结果呢 只是会让PS更严重而已 然后改善收缩功能 这边提到维持他的心率协同 这样子 这是右心的处理方式 那你说要去做到什么肺脏移植 这个太难了一点 心肺移植在受益都不可能 你光协同装ICD都不可能 这个现在便宜一点 一颗要50万 这一颗50 以前一颗将近100万 我那时候在台北马街的时候 因为他们保额很高 是保险公司付的 他装以后他的确改善他的症状 他不会喘 他就要求那个医生要装 反正保险公司付 对 装一颗100万 然后我们可以从干静脉 刚讲干静脉 后大静脉的波形 有没有 然后跟他的直径 干静脉的直径 后大静脉的直径 加上他波形的速度 对不对 我们可以算中央静脉压 有印象吗 以前有一组公司 JVECG他们丢出来的 然后不同的波形 譬如说右心衰竭 他的A波就会变得很大 S波 D波是正常到偏小 会出现一个V或是V'波 这样子 这表示右心衰竭 这是我们的右心防压度高的 就是右心收缩不好的意思 然后有时候是三间半逆流 同时右心又衰竭 他会出现一个大D A波 V波是多的 V是多的 然后D是颠倒坡 这样子 那就是三间半逆流 同时右心是衰竭 这样子 然后一部分会变成融合坡 这边都融在一起 然后D波再成倒坡 否则他是三向坡 没有V的话 他是三向坡 所以他举例子给你看 D不但颠倒 而且变得很大 然后这就是我自己跟你们谈的 我们不能单独看TAPS 三间半在收缩的摆动幅度 他跟我们的肺高压有关 意思就是说你收缩功能不好 然后是因为肺高压的关系 所以你要去改善肺高压 收缩就会改善 收缩就会改善 这边是做肺动脉收缩压跟TAPS的关系 他们的相关公式在这边 这边都有公式 你看这边提到存活跟没有存活的 然后这边是正常的跟异常的TAPS 它的相关性不一样 公式都在这边 公式都在这边 正常是这样 异常是这样 所以右心肠道的收缩功能就是这几个 看S'的速度 FAC刚刚讲的IMP IMP是等张舒张其加等张收缩其乘语 厨语 我们的分母是右心式的射出时间 叫RIMP 跟LIMP S'就是这里 越滔 越低 速度越低 它正常要10到12公分秒 你如果显著低于8公分秒以下 有的书写10公分秒以下 表示它的收缩不好 那采样点在这边 3,500以上0.5公分之内 以上0.5公分之内采样 你也不能采在这边 你采在这边 你通常都是尾阳性比较多 尾阳性比较多 这边摆动幅度一定是最大 蛮高的 蛮高的 就它应该是TAPS 不 这是看S'的速度 还有算所谓的RIMP RIMP可以从组织来算 可以从组织来算 这才是TAPS 收缩的摆动幅度 这里到这里 收缩的摆动幅度 当然它是跟肺高压有关 代表右心的收缩功能不好 这个 这是这样算的 这里到这里 收缩的摆动幅度 叫TAPS1 3天半 你给我那个网站 Cardio 这里有没有 这是标示而已 这是要做的画面 这边是常用的 包括FAC TAPS 还有包括RIMP 然后S'的速度 大概8公分秒以下 就算有异常 如果要看S' 这是FAC 32以下异常 TAPS 越低越不好 但这都要跟体表面积有关 跟大小有关 就好像我们体重会去影响到我们的FAC TAPS 这是左心 那体重一样会去影响到TAPS 这是右心 这样子 这算RIMP 这也是一样 这是DPTT 这是压力对时间的微分 来看我们的TR的严重度 TR的严重度 这是4D 然后这是有一些心肌梗塞的表征 这要看动态的 静态看不出来 然后这是舒张功能不好 左心右心都会有 然后右心好像压高 一样会去影响到Po形 这是VPo APo SPo DPo 这样子 你可以运用在2D strand AFI 应用在右心 一样看Pixy strand 这是从CPMI的角度 所以ARVC在爆猫蛮多的咧 肿瘤 肿瘤啦 心胞肌液啦 我们在爆猫都发过 他没有提到你之前讲的那个IVA IVA有啊 你说IVA喔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一篇还没有提到 还没有提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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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